马太福音七章一到二节 你们不要论断人,免得你们被论断 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,也必怎样被论断 你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,也必用什么良器量给你们 你们不要论断人 这个论断呢,在希腊文里面可以翻译成 法院的审判,裁决,定罪 而主要的意思是审判 新约圣经论到神的审判的时候,用的是这一个字 那免得你们被论断,应该是指被上帝审判 良器原来是指测量食物的器具,如斗 在这里用来指度量人的是非对错 论断的另外一个希腊文用词是指一般的判断 我们应该要懂得去判断衡量 也对于别人要有一种正确的判断 与别人有关的事情也应该来劝告告诉他们 例如主耶稣教门徒接受法利赛人的教训 却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 保罗在最后一卷书里面说到 亚历山大,迪玛,菲基路,黑摩奇尼怎么样 都是为了要帮助信徒去防备他们 可见主并不是要我们做一个是非不分的基督徒 反而是应该去分辨判断谁是恶人 对于是非不分的基督徒 对于是非不分的基督徒